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关于江西的这个负面新闻挺多的 从这个提灯定损啊 到这个蓝车要钱 哎呀 真是有点多的不可胜数 但是最负面的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最近江西的一位觉醒姐 前些日子开封王婆说媒不是火了吗 哎 看了人家的节目 我才真是感觉到啊 广大的青年男女并不是不想谈恋爱 不想结婚 不想生孩子 大家对爱情和婚姻还是有渴望的 只是啊 缺乏表达自己的场合 所以人家王婆说媒 看的人多 勇于上台征婚的人也很多 王婆最近呢 离开了开封 到了江西葛仙村度假村 照样说媒啊 观众人数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真让我们感觉到了江西某些女性 她这个要求确实挺奇葩的 你说自己挣个三五千块钱 要求老公挣两三万 好吧 你想通过婚姻改变阶层我们也能理解 可是最近的这位觉醒姐真是让我们大跌眼镜了 这是一位00年的小姑娘 今年也就24岁 年龄不算大嘛 按她自己讲法呢 是在体制内工作 看样子是很有自信的 然而不知道 是不是由于她太过自信 或者说啊 她的容貌不太被别人接受 因此一开始 当她站到王婆身旁之时啊 没有多少男青年愿意上台 结果这位觉醒姐就发了一篇红论 她说呀江西彩礼高这个事 大家得正视 这不是父母双方给小年轻结婚的 一笔小家庭的启动资金吗 尤其是她劝我们广大男性啊 要开眼看世界啊 不要被怼了之后就骂骂咧咧哭哭啼啼的 哎呀什么叫开眼看世界呀 那她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看看环球其他国家 有没有彩礼吗 我真是想告诉她 说实话 除了我国某几个省份之外 在别的国家还真没听说 有这么重的彩礼 比如说印度那边 印度那边结婚 大家知道吗 男方是不需要给女方彩礼的 反倒是女方要给男方大量的嫁妆 为什么 人家印度人讲的也有道理啊 说我的女儿嫁到你们那去 以后就得吃你们婆家的饭了 以后就得你们婆家养着她 而且印度还有很多同婚 就是说十几岁的时候呢 娘家就把女孩嫁到婆家了 为什么 因为印度人太贫穷了 娘家心想早点把姑娘嫁过去 我这不省几年饭钱吗 所以你等于是要让人家帮你养女儿 而因此呢你娘家得给婆家嫁妆 而婆家不需要给娘家任何财女儿 甚至是这在印度也形成了攀比之风 越有钱的家庭呢 越得给予丰厚的嫁妆 这样姑娘嫁过去才不被别人轻视 传统的印度婚礼大家都见过吧 那个新娘出嫁的时候 要满满灯灯的整个脖子上 胳膊上脚上都要戴上金项链 金手链 而且呢你戴的越多 证明你娘家越有实力 有钱人家恨不能啊 把整个姑娘都用黄金给包裹起来 不知道这位江西姐 了不了解人家印度这个风俗 印度真的没有才女 只有嫁妆啊 甚至环顾与内 我实在想不起来 有哪个国家结婚的时候 男方要给女方一大笔钱 甚至我觉得这个绝情节 有一句话说的倒是对啊 他说这个彩礼呢 是父母出于疼爱 给予小家庭小夫妻的一笔启动资金 说实话啊 如果你这个彩礼 包括你能带来的嫁妆 真的是用于这个用途 我们倒是能理解 毕竟你这个年轻人 刚刚进入到社会 没有什么积蓄成立家庭了 得有点钱 父母给很正常 可是这位绝情姐 你真得应当去问问你的左邻右舍 在江西这个彩礼真的是给小家庭的吗 很多的时候啊 这个彩礼给的是娘家 而不是给小家庭的呀 这才是让很多男同胞感觉不爽的呀 尤其是这位绝情姐讲了嫁妆两个字 可是据我了解很多婚姻啊 女方对男方有这个彩礼的要求 恰恰是女方自己根本就不提 她应当拿多少嫁妆 咱说实话啊 解决彩礼问题其实也很容易 那就是既然你们女权主义者要求男女平等 那么我们要求在彩礼和嫁妆上也平等吗 你说实话只要平等 不会有男性不愿意拿彩礼的 咱们就以江西为例 很多人都说江西彩礼重 王婆一到江西 当地媒婆就跟她讲说 我们这是彩礼38万8起步 把王婆都快给吓蒙了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能让彩礼和嫁妆对等呢 比如说以后任何江西籍的姑娘 跟别人谈彩礼的时候 她可以率先说 你别怕啊 我们都是现代年轻人啊 我们家跟你要多少彩礼 我们家就陪嫁多少嫁妆 我也不多 我也不少 咱们对等 而且呢 这两笔钱 甭管是彩礼还是嫁妆 都属于新组建的小家庭 都是小夫妻的共同财产 他们共同支配 买车买房也好 还是留作 准备金也罢都行 如果哪个女方能有这样的发言 我觉得不会有男性说 不愿意拿彩礼的 因为你拿的这个彩礼 它不也是你自己的钱吗 怕就怕什么呢 一方面 很多有姑娘的家庭会说 我们要彩礼啊 但是呢 你的彩礼必须得按我们的风速来 38万8起步 还得有什么改口费啊 什么五金呢 甚至婚宴的钱 你都得拿 另一方面呢 哎 我们女儿养这么大 嫁给你 我们嫁妆 象征性的给点就得了 比如说 就给个一万块钱改口费 或者有的家庭 干脆说 给你买几床被子 买点床上用品就算了吧 而且另一方面呢 很多家庭还说啊 这个彩礼钱不能给小夫妻拿着 这个彩礼钱给的是娘家 得姑娘的父母拿着 你这样一个状态 难怪很多男性觉得 有的家庭是在卖女儿啊 咱们真得打开眼睛看看世界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这么卖的呀 包括前些日子啊 日本有个知名的女权专家 当她听说我国部分省份财力很重的时候 她也表示说 咱们不能物化女性 现代社会讲究男女平等 婚姻不应当有这样金钱掺和 我觉得人家这个话讲的挺好啊 尤其是以往这个女性啊 备受国内女权主义者的青睐 可是当她讲完这些话之后 大把的女权主义者破防了 甚至有人说 你日本人 你过来指导我们中国干什么 你了解我们的国情吗 是啊 觉醒姐不是让我们睁眼看世界吗 那你就看看日本人怎么做的 美国人怎么做的 欧洲人怎么做的吗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嘛 要不要我们干脆组这个辩论会 把世界各国的人都请来 然后跟他们好好唠一唠 咱们的采女文化 问问他们是怎么看 采女这个问题的呀 这样算不算 开眼看世界呢 我们今天很多女权主义分子啊 她实际上也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跟你讲说 现在女性要独立 经济独立 思想独立 人格独立 这很好啊 这没有问题啊 我们以前经常讲 环顾与内 我国恐怕是妇女解放最彻底的国家 我国恐怕是妇女地位最高的国家 此前的一期节目我们还说啊 有经济学家分析 说为什么未来印度经济 哪怕再发展 也很难取代我国的地位 也很难赶上我国呢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印度女性的地位不行 全球各国横向对比啊 我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是最高的 我国妇女的解放运动是最彻底的 这本来是个好事 可是很多女权分子 却要走回头路 工作的时候你讲究男女同工同筹 结婚的时候你却只让男方付出 而女方不付出 还美其名曰 这是风俗 这是风俗吗 我们以往的节目就跟大家聊过 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 和现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古代是男尊女卑 姑娘长大成人了 嫁到婆家 那到婆家是要干活的 那到婆家连性都要改的呀 在那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 彩礼的意义就是呢 有女孩的家庭养了孩子十几年 一朝就变为人家家的人了 所以婆家要给娘家一些象征性的补偿 这个彩礼是合理的 可是今天我们男女平等 甚至某种意义上讲 很多男青年都觉得女青年的这个地位 远远高于自己 我们身边有大量的舔狗 在这个状态之下 你结婚的时候还让男方出高额彩礼 这合理吗 这当然不合理了 尤其是这位觉醒姐 她可是00后啊 今年只有24岁 还在体制内工作 所以我推断 她至少是有大学本科学历 她应当是有知识 有见识 有文化的实在新女性啊 你要说四五十岁了 上了年纪的人 守旧啊 谈子女结婚的时候要采女 这个咱能理解 可是你已经是00后了 你还带着这种彩女的旧思维 这个对吗 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 她自己都知道自己不对 但是呢 谁会拒绝多给点钱呢 尤其是对于这些女性来讲 她们只要张张嘴 在结婚的时候 就可以收获大把的彩女不劳而获 谁又会拒绝这样的优势地位呢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经常说 近些年来 大把的年轻人不愿意谈恋爱 不愿意结婚 不愿意生孩子 我国已经彻底进入到 少子化的窘境之中了 所以这几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给年轻人减负啊 今天房价变得便宜了 入圆入托变得容易了 学区房概念也没有人吵了 所以本来今天的年轻男女在结婚生子问题上压力骤减 可是如果有些地方还有这样高额彩礼的话 我觉得那确实会让年轻人背负上更沉重的压力 尤其是我得劝一劝女同胞们了 你们不要觉得说啊 结婚的时候 你跟南方要巨额彩礼 你能得什么便宜 你知道吗 江西九江商业银行前些年还推出过彩礼贷呢 就是说啊 你没有钱没关系 我贷款给你交彩礼 当然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去贷款 但是真的有很多南方家庭会掏空几个钱包 甚至像七大姑八大姨借钱给你彩礼 你想想 你这样收上来的彩礼 你的婚后会幸福吗 你要不要跟老公一起来还这个债呢 即便不需要你还 但是你使得你老公的原生家庭背上如此沉重的负担 你们夫妻感情会好吗 而另一方面 刚才说的好歹是结了婚的 还有很多婚姻 就是因为彩女没能走下去啊 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大龄圣女 过了那个好年龄找不到对象 她会不会后悔 当年何必要这么多的彩礼呢 幸福生活是要靠我们双手去拼搏的 而不是去靠压榨别人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真是非常同意觉醒姐的建议 开眼看世界吧 只不过大家都看看 你们去找找还有哪个国家有才艺啊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愿地针